這件好可愛喔 這有沒有好看 因為它就是一個比較素一點的那種 麻花的那種針織 這樣 有沒有 給你們先看一下它前面 對 麻花的 它是羊毛的喔 羊毛的 喔它羊毛的 對 可是我不會刺欸 這件我OK 對 它很舒服 然後它就做的不會說很緊身 因為它有點厚度 所以有點緊身不太好看 然後就是這個的話 我覺得裡面其實也可以加 就是我們剛剛打底的 對 我其實現在都會加打底的 因為讓脖子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光 很好看 我覺得這件麻花的那個就是 針織洋裝啊 它其實就是不用腰帶這樣就很好看 可是如果用腰帶 我覺得也OK 對 就是那腰帶會讓你的腰身會有一點點 可是有些人你知道就是 它就是喜歡穿鬆鬆的 那我覺得你直接這一整件就OK 而且它的袖子是寬寬的 就是很Q的感覺啊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 這顏色穿起來一定很純潔 就看起來這樣 這件好了 這件扁號是 一五零二 一五零二 這顏色很亮欸 我覺得它會讓我看起來很白 很顯白 對 然後這顏色就很實搭 然後又是可以搭那個外套 很討厭 你看我跟你說其實這一件它是有個厚度的喔 然後穿這個外套 依然就是穿起來非常OK 對像這樣旁邊也是有開叉 所以就是你走路的話其實也可以走很大步 就是不會說就是被綁起來的感覺 對很好看 而且這一件它的磅數真的蠻夠的 就是它的厚度其實是 而且我今天穿這一件它是感覺比較兇實的感覺 對啊 對 而且它就是因為有一些就是那種 比較合身一點的話 其實會有點顯露身材 可是它真的就是做一個 就是讓你看起來寬寬的 可是它不是說真的整件很寬喔 它也是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很修長 可是你可以再搭個圍巾 我覺得其實也蠻好看的 對 用披著的 這樣也很美 這樣 或是就是很冷的時候你就這樣披起來就好了 對 或是如果你想要就是搭個那個腰帶 其實也OK喔 這樣很好看 就是其實有腰身我覺得也蠻美的 像這樣披著我覺得也超美 好可愛喔